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来分享一款非常好喝的饮品 小米山药米浆 入口清甜细腻 既可以做早餐 也可以当作平时的饮品来喝 准备几颗大枣清洗干净 去盒剪成枣丝 苹果用半个就可以 去盒,切成小块 还需要准备一段山药 去皮,再切成小段 我准备了100克的小米 把它放入大碗中,清洗干净 这款米浆当中所需要的材料 都可以根据你的个人口味 适当地调整 再把准备好的材料 都放入到豆浆机 或者是料理机中 按照这个比例 做出来的米浆口味是清甜的 如果你是喜甜的朋友 可以再稍稍地多加一些冰糖 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盖以后按豆浆键 我们平时都是用小米山药来煮粥的 做成这样的米浆 方法简单不说 大人小孩喝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 既可以搭配早餐 又可以作为平时的饮脾来喝 健脾养胃 清甜又好喝 喜欢的小伙伴们也会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 明天见